大家好 我是快捷機兄弟的封仔 今天是12月2日 本來想著12月1日學這個GOLANGUAGE 不過我看了很久的文章才明白要怎麼做 因為我沒有學過這個語言 那為什麼我要學這個語言呢? 有人說很帥 學多一樣東西沒有壞的 現在由零開始 首先我們要去GOLANG GOLANG是全稱GOLANGUAGE 就是Google 當初不想寫C++發明出來的 其他細節呢 我都不太清楚 這個教學我和大家一樣是由零開始的 所以都沒有什麼特別 可能你們學得比我更快 首先我們要去官網下載我們的版本 例如你Window機就下載這個 Mac機就下載這個 那我呢就是用Window機 平時我是開Mac機的 因為大部份觀眾都是用Window 其實我已經TunnelD下載了 如果我不懂的話 我開了一個教學 就是要怎樣的安裝 即是按Lix 按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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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預設她是C盤 stand 按Lix 按Lix 安裝 然後設定環境變數 那環境變數怎樣開除呢 按照格 內容 我們WIN10 按進階系統設定 這個進行行動辭職 刷完之後呢 環境變數 運回PATH 刷下去 編輯 在這裏暗新增 打回這句 就OK的了 之後暗確定 記得 我確定了 取消了 好 就是這樣加變數了 那怎樣測試它 我們打開 打開這個CMD 打開這個CMD 打高 看版本就是 高 Version 查版本 想看位置就是 打高 ECHO ECHO 高 PATH 好像不是這樣打 那打位置呢 應該是這樣打才對 高 ENV 高 PATH 記錯了 好 年實的症 那接著下來呢 我的習慣呢 就是在這個GAT Hub 開一個 Project 先去GAT Hub 吧 如果未註冊的同學可以先註冊 註冊很簡單 那這裏我就不介紹了 但是大家要記住 GAT Hub 其實都要在電腦上安裝 安裝完之後呢 你打GIT的時候呢 它就會有些指令 剪刀版本 就是這樣 裝完之後會這樣 那我們改個名字吧 叫高嶺 不是高嶺 這樣就 好 起完之後呢 我個人習慣呢 就喜歡在桌面上做事的 那我們 在桌面開個檔案先吧 用個 這個命令提示資源的 可以看看我怎樣打 我隔幾行先 清晰些 CED 當然是進入 進入 進入到桌面 進入到桌面 進入桌面 我們開個檔案 啊 資料夾 叫做資料夾 中文是 高嶺 進入 進入 我個人習慣呢 就是用這個 Visual Studio Code Visual Studio Code 讓大家看看 這個 這個編力器 如果大家有自己喜歡的編力器 可以用自己喜歡的 例如你用Selite Text 或者其他品牌 都沒有問題的 我喜歡用Visual Studio Code 我已經預裝了 我打它的指令就開出來了 把這個資料夾 現在裡面什麼都沒有 我們開一個 檔案 那一定是HelloWork 第一個項目 開了資料夾 這個才是檔案 New Folder HelloWork 應該是這樣 如果沒記錯 開了 Visual Studio Code Visual Studio Code Visual Studio Code 拿上最出的那層 OK 那 然後 大家記得 去安裝 這個 膏 因為你裝了之後 它就會有些提示 即是打指令的時候 那 接下來 我們就要把它 扔上去 的盒子 做個備份 Numpt 測開 Terminal 拿出 層 打 大家就可以按摔摔 量度增設 我個人習慣是用一個軟件叫SourceTree SourceTree 你可以下載下來之後 也很方便放上去 現在加上這個項目 裝上場面 Golan 選擇資料夾 然後我們改了的內容 就會上傳到網上 全部 選擇 例如 D01 等下Hallwork到前面我先加D01 Push 即是要上去才行 你不上去的話 網站沒有變化 就像我現在按MF5 它也沒有變化 但我Push上去之後 再等一等 我Push上去之後 我就不上F5 它就有一個Widme.amd 即是markdown檔 先把劉藍器灑上去 先把劉藍器灑上去 太多了 接著來 我們剛剛安裝完 上轉完了 先把CMD 現在就要學寫曲 其實它在CMD 其實在CMD上 有 有 教學 你單元之後 它有一個教學 你看到網址 你可以抄回這個網址 Tutorial get started 然後 它叫你安裝東西 然後寫曲 原來它叫我 開個當我叫HELLO 我們已經改了名字 剛剛跟大家說過 我要改為D01 改回它 RELAM 先把D01 這樣吧 D01 然後 它跟我們說 可以寫曲 叫我們開個HELLO.GO的檔案 我們跟著它做 HELLO.GO COPY 還是自己打好一點 HELLO.GO 按曲方面 它就 這裡沒有寫 但之前它有說過 就是PACKAGE MAIN 還有這兩句 這三句 除了這句 其他幾句 是一定要出現的 我們靠記憶打 大家看不看到 現在有些紅色的東西 說我還沒帶東西 因為我安裝了VSCODE之後 它就會自動叫我安裝一些東西 即是右下角會出提示 裝完之後 它就會提醒你 我們跟著它打 PACKAGE 名字 名字 對了 然後你 import FMT Function 名字 有提示 PIN LN 世界L Hello World 它說我錯了 錯了什麼 搞行 搞行 處處 可以了 接著它提示 它說要打 Go 運Hello.Go 就可以了 Go 運 Hello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做錯了一件事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做錯了一件事 它說找不到那個指導甲 因為我們現在是開的高靈度 我們應該要先進去Date 01 Hello World 我們先進去Date 按Tap鍵 其實就出來了 進去 然後打回上面的指令 鍵盤的上 就可以打回之前的指令 好 大家看到已經成功了 Hello World 這個就是我們Date 01要做的事 我們完成了這個Hello World之後 當然要轉上去 我們選擇我們的檔案 D01 Hello World 每天都要做上轉行為 每天都要做上轉行為 我們上轉完之後 其實在網上就看到了 我們去GitHub F5 大家看到D01 就可以看到我們寫句 好 就是這麼簡單 今天就按收檔